离谱了兄弟们 小金剑 阿布索六特一族的第三位究竟生命体 又名阿布索六特泰坦 那他来到这里到底要干嘛 这一关的标题叫诺亚奥特曼的试炼 我懂了 这一波是完美致敬了一下奥特银河格斗3 那咱们金剑的敌人就是诺亚奥特曼 兄弟们 听说长按点赞会有神奇特效 那咱们就不多废话了 看看这一关究竟有多难 我去 第二排就是冰车僵尸 折怎么打 等会儿老贼修走 让我看看这局的僵尸阵容 我去原来如此 前排都是白眼巨人 后面有跳跳僵尸 橄榄僵尸红眼巨人 四发射手僵尸 那既然有跳跳僵尸的话 想顺利开局应该也不是问题 给了两个玉米投手 不对 唐三 那下路的这个跳跳僵尸呢 何一 你大爷的 这样还让我怎么玩啊 那就只能让四发射手僵尸出来溜溜了 来吧 给我一个好点的植物吧 又是小金剑 一五路咱们随便一放 再开第一路的四发射手僵尸 我去 终于来了个能用的了 直接开冰车僵尸 泰罗奥特曼 用奥特炸弹解决他们 哎 大嘴花 这不就来了吗 那剩下的这一个冰车僵尸 直接给我一口闷 哟 小金牛 那也没什么用 也是直接一口 虽然没什么好植物 但咱们减轻了不少压力 剩下的贝利奥特曼 咱们就慢慢来 利布特 我不会再与你合作了 接下来就交给你了 这家伙 我去 居然是Nexus奥特曼 青年形态 他到底来干什么 不管了 既然是自己人 能不能帮我一把 清理掉最后几个 贝利奥特曼吧 我去 有奥特之王 那就继续往下开 究竟想要赛罗也来了 那咱们这局赢定了呀 不过 Nexus奥特曼 能不能再变个蓝色青年形 看看啊 哇 蓝色青年形真的超帅呀 兄弟们 来吧 咱们一口气 解决掉最后几个红眼贝利 哎不是 大哥 大哥你怎么发光了 难不成 是要变成那个形态 大哥不是 不就是打个机甲赛罗而已啊 没必要亲自上场嘛 你变倒是没关系 怎么另外三个蓝色的也一起变了 没错 兄弟们 诺亚奥特曼 有他在 一个机甲赛罗恐怕不够他打 现在是第三波了 虽然是机甲赛罗皮实的很 但还是被揍的遍体鳞伤了 那说明咱们今天的运气还是很不错的 现在是最后一波了 我去 一口给我咬出来四个诺亚奥特曼 行啊兄弟们 咱们弹幕 平面6666 让诺亚大佬 释放他的必杀 诺亚闪电 一口气 终结机甲赛罗吧 那么好的 这里是欧豆豆 不是弟弟 咱们下期视频 不见不散 咱们下期视频